好 高橋優生在國際賽的比賽 狀況都差的 我們詛咒你三陣 三陣 這球打帶的左半邊 不要 不要 啊 喔 沒關係 我們都拉隊 這就是日本的戰術 他就是在一個 拉大比 拉小比分的情況下 然後靠著一棒定這樣 高橋優生在這次雅丁奧運的 第二支拳雷打 而且將比數 給追成了3比3的平手 所以 隨著投球數的增加 當然 現在 當然王正銘可能球也比較不會碰 所以他一直要投外側球 去保護這個被拳雷打的機會 不過 這個球還是被送出去 高橋優生打著反方向的拳雷打 也是 在日本直播也蠻有名的 哇 還是沒穩下來 因為畢竟現在 雙方是保持一個平手的狀態 基本上這個球也投的不差了 只是 對方的打著實在太強了 而且又讓我們想到剛剛 這個 黃仲義打的那支 又也放向的平飛球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啊 又也放向平飛球 如果 得分的話 至少現在已經是4比0 或者是5比0的一個領先 這樣的話高橋優生 這是全力打中華隊 還取得領先 所以現在換投手這樣 真的大家給王建銘掌聲 加油啦 掌聲鼓勵一下 中華隊在這場比賽 我想要內容打得出來 對 內容打出來